今天晚上 特別歡迎我們的僑胞朋友回到故鄉 各位在海外打拼 依然心繫臺灣 專程回國參加國慶 我要向大家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今年國慶的主題是 攜手世界 臺灣搖飛 中華民國 臺灣的外交向來是充滿的挑戰 但是我知道 僑胞朋友一直跟我們一起努力 爭取臺灣的國際參與 讓臺灣被世界看見 各位就是攜手世界的最佳伴 我要跟所有的僑胞朋友報告 今年我們臺灣投資是一個大爆發的一年 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也是四小熊的首位 不僅是臺商回流投資總額超過6100億元 還有許多世界級企業都紛紛加碼投資臺灣 讓我們在臺灣後續的經濟發展上增加了很多動力 經濟有成長 我們也把成果一起跟人民來分享 包括減稅 連續四年提高我們的基本工資 以及推動托育補助的新資來擴大投資下一代 我們也用長照2.0 照顧長輩 相信社會的人會感受到政府的用心 這三年多來 我們無論是改革或建設 都有很多的成果 面對兩岸的議題 我們也堅守主權 讓國際社會了解 中華民國臺灣堅持的理念跟價值 今年的國慶晚會首次在我們桃園舉辦 桃園這幾年推快的成長 是有目共睹的 桃園正在積極建設 速速發展 不但展現出臺灣不斷的躍升 我們一褪變的力量 也傳達我們走向世界的決心 攜手世界 臺灣要飛 只要我們環節努力 充分發揮臺灣人的任性 中華民國 臺灣一定能克服萬難 持續升級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我相信這場晚會有執行力超強的桃園市團隊 還有國慶籌備會一起精心的規劃 會帶來跨越我們中心三代 不同語言和族群的演出 一定會讓大家體會到臺灣的多元與美好 最後我要祝福大家有個愉快的夜晚 好好的感受臺灣的改變 也好好的享受精彩的節目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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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